我震惊了整个学校 全校都给我下风了 校长都要叫我老大 刚刚来到诺丁初级学院附近 我焦急地四处寻找小五 但是却找不到他的踪迹 这时 我来到了诺丁初级学院 这个建筑风格充满欧式风情的地方 但我感到十分陌生 路上 行人悠然自得地走着 仿佛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早已习以为常 我意识到 如果我不能尽快找到小五 他可能得堂堂哪家伙骗走 所以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找到他 于是 我决定在诺丁初级学院周围逛逛 我需要想办法接近小五 但如果直接靠近他 我的目的可能会被怀疑 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正当我苦思冥想之际 一位门卫阻挡了我的去路 他的质疑让我感到十分尴尬 我想 我一个身着华丽服装的人 来到这个偏僻的初级学院 难道不应该显得高贵富有吗 我必须证明我有资格在这里上学 面对门卫的质疑 我决定释放出武魂气息 门卫被我恐怖的气息 吓得脸色大扁 连忙倒退 我立刻跟着他进入了招生办公室 门卫向陈老师介绍我是魂师 想要报名加入诺丁初级学院 陈老师对我充满疑虑 究竟是哪个贵族的少爷 会选择来这个偏僻的学院上学呢 招不招 我时间紧急 我平淡说道 却有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势 让陈老师不由的心生敬畏 陈老师只好离开招生办公室 前往院长办公室请示 禀告院长 有一位实力极其恐怖的贵族少爷 想就读我们诺丁初级学院 我说完 院长的表情不由自主地变得凝重起来 什么 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院长沉思片刻 然后坚定地说道 让他来见我 我领着陈老师进入院长办公室 院长的目光锁定在我身上 我的气息让院长感到了一丝威胁 贵族少爷 你想来我们学院上学 院长问道 我轻烈地笑了笑 当然 我对你们学院的教学质量很感兴趣 院长并不相信我的话 一瞬间浮现在我身前 散发着恐怖的压迫率 向着四周席卷着 院长 陈老师和门卫被阵得不断地倒退着 差点跪了下去 好恐怖的武魂 院长惊叹道 现在我可以就读你们学院吗 我问道 院长点头 当然可以 我要住七号宿舍 我当然说道 院长有些惊讶 一个贵族少爷居然要住在 普通学生住的宿舍里 还有 等会有个公读生堂三 不要让他住七号舍 让他去住其他宿舍 我冷静地说道 他点头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得到了入学许可后 立刻离开了学院 开始了我接近小五的计划 我走在学院外面 突然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穿着粉色的裙子 头上长了两个毛茸茸的小耳朵 留着一条长长的马尾 双性人眼 双眼又圆又大 炯炯又神 我心中一动 这可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小五吗 这太可爱了吧 因为最近有好多跟你差不多大的人 都来这里上学啊 所以一猜就知道了 我笑着回答道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方凡 最近也刚刚报名了 住在七号宿舍 我刚从学院逛了一圈才出来 对里面比较熟悉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跟我说 我欣赏着小五那可爱 动人的脸和身材 小五好奇地看着我 似乎对我的话感到有些惊讶 但还是点了点头 嗯 好呀 谢谢你了 小五嘟了嘟嘴 我领着小五进入学院 他跟在我身后 时不时地拍拍我肩膀 向我询问一些问题 我向他解释学院的建筑 设施和课程设置 他则对我的话题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并不断发出惊叹声 我们找到了报名处 小五开始填写相关资料 我则在一旁等待 他的动作轻盈而娴熟 我不禁对他的细节注意力 和自信心声敬礼 小五 你的年龄是 工作人员问道 我忘记了 不过我应该是18岁 小五说道 我听到这里 感到有些惊讶 小五看起来很年轻 我还以为他和我一样 是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 不过 他的确是一个可爱而天真的女孩 我们完成了报名手续 然后开始逛学院 我和小五交流着 了解了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他一直住在星斗大森林里 活了十万年 但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他不了解人间世界的险恶 也许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如此天真无邪 逛了一圈后 我们来到了学院的操场上 小五向我挥手告别 他背着一个单肩粉红小背包 背包上还刺绣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时 他的每一步都仿佛 在发出咚咚咚的震动声 随着他蹦蹦跳跳地走着 背包也像是一个小怪兽一样 随之晃动着 而小五长长的马尾 也在他蹦跳的节奏中轻扬着 之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